如何实现快速记单词 只需两步就搞定 来 我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我们看到这个画画还有吸引这个单词 我们第一步是会读会写 所以先把单词读对 先把音标读正 看到这里 来看好 这是一个音标 你千万不要把它拆开 这个地方是一个音标 它的读音要读 用点力 来 我们一起拼过去 知道这两个音标照 一定要这么拼一下 拼一下 读准发音很关键 这里面有个误区 就是很多同学 你会发现背单词的时候 你不张嘴是不读的 他觉得记忆丝就行了 其实不是的 如果不会读的话 那单词会很快就会忘掉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单词的读音读准 因为发音本身就是记忆的一部分 好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这里 看看每个字母是发什么音的 或者有什么样的规律 方便同学们后面去写 来 D和2A这两个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是一个音标的 所以对应的呢 这个是一个组合 字母组合 直接发 就可以了 以后呢 同意们看后面 AW 这个也是个字母组合 AW 直接发 这两个只有一个读音 直接发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单词是不是很好拼 从这里划分一下 这个是个组合 这个也是个常用的组合 是吧 好 朋友们 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 试一下听音拼写 是吧 来 试一下 想一下 哪个字母组合 发 发这个音的只有一个字母组合 哪个字母组合 发 对吧 好 写完的话 我们看到这里 就写第二 就是他 只有他是发这个音的 然后 这个字母组合呢 是AW AW 这是我们第一步 会读会写 这里呢 老师是给你讲这个方法的演示 所以老师讲的有点骂 讲的很详细 就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的发音是读的标准的话 你不要熟练的话 比如说你会拼读 那第一步是特别快的 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拼音标 一拼单词 写一写就稳税了 是很快的 来 我们看到第二步 精准记住中文意思 或者精准记住多个中文意思 你看这个单词 它就有一二两个常用的中文意思 对这一次我们两个都记下来 怎么办呢 我们第二步呢 叫分解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单词当中 去选出一些字母 单个的字母 或者如果单词很长的话呢 会选用一些字母组合 拿出来干嘛呢 作为一个线索 用这个线索 去把单词的意思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以后啊 你看到这个单词的外形 你就能回想起来它的意思了啊 同意们来看到这里 D 我们用它代表狗 因为那个狗这个单词是dog Dog 对不对 同意们 只要你学一点点英语 你就立马会学到这个单词 Dog 是吧 首字母是D 所以用D代表狗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然后后面呢 字母Or 用它代表的是一颗小草 你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很相似 对吧 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样子 是吧 OK 好了到这里之后呢 好我们稍微的展开想象 对不对 画画吸引两个意思如何计 画画 我们可能想到 谁画画或者画什么东西 是吧 那我们可以想呢 这个小狗画画可不可以 小狗也会画画的嘛 对吧 小狗呢 用它的爪在地面上画画 可以吗 对吧 画画画 画来画去啊 最后画出一个 有点像一颗小草形状的这个东西 对吧 画了一颗小草 还画的挺好看的 然后吸引的 吸引了很多人过来看 对不对 所以单词的意思呢 就是画画 吸引 一只小狗呢 在用它的爪的地面上画画 画了一颗小草 也要吸引了很多人过来看 对吧 所以单词的意思就是 画画 吸引 好 今晚之后呢 我们立马回到这个单词当中来 看着这个单词字母就行 直接回忆一下它什么意思啊 D代表 Dog 狗 OR代表小草 这个狗在干嘛 在地面上画画对不对 画了什么 画了一颗小草 画的很好看 吸引很多人过来看 对吧 所以吸引 画画 两个意思就记住了 对吧 有的同学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 说比如 老师 两个单词 它前面的一两个字母是相同的情况下 那我会不会很小呢 对吧 不会啊 咱们这个记忆的顺序 还有这个编码的选择啊 都是有讲究的 精心挑选的 不是随便来的啊 如果说两个单词 它的前面一两个字母 或者三个字母 一样的情况下 没关系 你可以用这个字母组合去记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把它们区分开来了 朋友们 那么像这种字母 或者说有时候用那些字母组合 代表上我们的图像啊 这个部分呢 在我完整的单词密码课当中有详细的这个总结 还有练习 同学们 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同学呢 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 也要快速的掌握一整套的方法 让以后呢自己长期受益啊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完整的单词密码课 好 我是Hidy 关注我 轻松学英语